加油 去年因為疫情停辦的 奧客杯全國桌球錦標賽 今年恢復辦理 吸引來自全國各地學校參與 兩天的賽程中 超過1500位選手參賽 盡全力爭取最好的成績 剛才跟對手打的時候 我3比0贏對手 然後我覺得我的消球有更進步 還有拉球也是 我第一次參加這個比賽 比賽感覺都還不錯 兩邊都拉得近 這個比賽滿有趣的 這一次打得不錯 之後可以多練習一些腳步的東西 然後還有發球 是球技能更進步 我今天打得很好 我今天參加桌球項目 練球每天都練很久 非常辛苦 希望可以贏到第一名 為了響應政府推動全民起運 並且提升縣內桌球運動水準 南投縣桌球委員會 舉辦全國性比賽 多年舉辦下有不錯的成效 也感謝贊助商延續11年 投出經費協助 我們希望說透過這個機會 讓我們南投縣的 對乒乓球有興趣的 包括選手 或是其他喜歡打桌球的人 都有藉這個機會 來參與這個活動 希望說我們南投縣桌球委員會 辦這個活動是希望說 我們大家來提升這個桌球 讓我們的技術水平更高一點 緣豐 草成國小 還有光華 還有其他埔里的藍光國小 都有來參與 我們都有第三名的小朋友 都有拿到成績 都有拿到第三名左右 那我們希望說 參加這個機會 希望我們南投縣的小朋友 可以更好 更提升我們這邊的效果 贊助這個比賽 算起來應該第十一年 而中間因為疫情 有停了兩三年的時間 也期許未來 能夠偏地開花 然後做成運動 能夠更普及 然後也希望這個比賽 能夠繼續辦下去 今年已經 來了一千七百多個學生 參與這個比賽 那未來應該 如果有更好的場地 跟設施的話 會有更多的學生 來藍投參與比賽 跟來藍投觀光 主辦單位表示 原本有兩百多隊來報名 但是因為場地 以及人力的問題 受到限制 不過未來 會建立持續舉辦 提供喜愛打球的選手 更多競技舞台 記者商心服 曹頓正採訪報導